由台湾方面一手造成的 6月13号到14号 中央联合检查组对深圳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工作用车情况进行了检查 检查组负责人在检查后指出 深圳市在这方面的工作效果是明显的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 这次检查的内容包括超标准用车 使用军队武警公安和外籍车牌 网东台报道的 下面播报一组简讯 本台消息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点结束的第二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 中国队以0比2负于美国队未能进入前三名 本台消息 北京市公安部门日前发布通告 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员驾车时不准有吸烟接打电话 查看寻呼机 这一项